有一种付出,叫中国式的牺牲付出,牺牲式的付出,在现在家庭关系极为常见,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人失去了自我,完全为了别人或者孩子而活,这个人既压抑又隐忍,拍他的口头禅士,我还不都是为了你。 牺牲式的付出,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幸福,这已经不是一个,一个人为了让谁活下来,就需要牺牲自己去死的年代了。 牺牲自己,成全别人,会让对方的生命承受不能承受之重,不管对方是伴侣,是父母还是孩子,牺牲意味着上痛,意味着不公,只要有伤痛和不公,就会希望获得代价和补偿。 一旦想获得代价和补偿,就会破坏两个人关系,甚至整个家庭关系,意味着孩子过度牺牲自己的母亲,过度的牺牲不是爱,是不能承受的负担,相信很多子女一定听过自己妈妈这样的抱怨,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什么都给你们好的,起早贪黑的干活都是为了你们,为了这个家,你却这样不懂事,真让我伤心。 也许是旧社会的观念的复制,认为母亲或者女人就应该为了家庭,为了子女牺牲自己,奉献自己,也许是母亲使然,母亲会爱护孩子,认爱家庭,为了家人愿劳而认怨,不断付出,委屈求全。 总之母亲这一角色,总是以奉献和牺牲联系在一起,但是一个人过度牺牲自己,长期让自己受委屈,既不会让自己感觉幸福,也会让身边的人产生愧疚,压抑的情绪。 多年前,有一则新闻引起广泛的热议,哈尔滨有一个担心母亲,从儿子中考一直陪读到儿子考研。 孩子两次考研两次失败,为了母亲,她还想再考,但严重的抑郁症,使她再也考不下去了。 孩子迟到自惨,母亲独到相救,结果误付母亲,谢谢要了她的性命。 据说这位母亲本来是一个性格开朗,工作干练的基层妇女干部。 当她下决心进程陪读的时候,刚刚40岁出头,她拒绝再婚,辞掉工作,卖掉房子,把自己生命的全部都压在了儿子身上。 结果她换来的不仅是孩子考试的失败,也毁了孩子的人生。 母亲为了孩子,过度牺牲自己,一个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孩子身上,没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不但自己活得累,而且还会给孩子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和负担。 孩子也会有自己的选择和人生之路要走,他们有自己的自由和思想。 那些企图控制孩子,那些希望以牺牲自我,为条件,换取孩子成功的父母,很有可能会牺牲掉自己的孩子。 而那些给孩子自由成长空间,同时不放弃自己的追求,努力为自己奋斗的父母,则会给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使得孩子更健康更快乐的成长。 二为了伴侣过度牺牲自己的妻子,很多女性会为了孩子过度牺牲自己,面对伴侣时也常常过度牺牲自己。 我有个男性有人近日非常苦恼,因为他的老婆总是动不动就对他发脾气和指责异通,有时甚至对他进行人生攻击。 常常一,我为了你为开头,也可是我却什么都没得到,你还这样对待我,你个没良心的为结尾。 当年他们在另一个小城市生活,为了自己的事业发展,老婆放弃了自己的工作,两人一起来到大城市打拼和奋斗。 来到大城市发展后,两个人都有了新工作,但是男方工作异常忙碌,老婆为了老公的健康,辞了工作,照顾起她的几只饮食,两个人过起了幸福的同一生活。 但是好景不长,当老公获得事业上的晋升,想有俗成的时候,开始频繁争吵。 女方因为一心扑在男方身上,在新城市里并没有交到多少朋友,男方工作忙碌不能陪伴她的时候,她被感孤单。 随着老公事业的发展,她越来越没自信而且变得多疑,常常查看对方的手机,谈问男友的行踪,怀疑她和别的女性有染,觉得自己为她远离家乡,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实在不只有委屈。 这使得她长期陷于痛苦,又让另一半不胜其扰。 我对这位男性有人的建议是,找个保姆照顾两个人的生活体制,让老婆停止过度牺牲,鼓励老婆出去找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同时出去社交,建立起自己的朋友圈。 这样她不仅没时间去吵架,也更能找到自己的价值,过度牺牲不仅是亲子关系的障碍,也是婚恋关系中的一大杀手。 很多女性错误的认为,当自己为这个家庭,为这个男人付出更多的心血,奉献更多的自我,就能得到对方更多的爱。 但我们发现,实际上正好恰恰相反,越是更爱自己的女性,当然这里的爱自己并不是自私自利,而是活出自己的生命,越容易拥有一个更爱自己的伴侣与更美满的婚姻生活。 而为了父母、家庭、伴侣、公婆、子女而付出一切,牺牲一切的女性,反而会面对更多的变异与指责,生活不幸福。 如果男女双方获得的幸福,是通过女性过度牺牲,无论牺牲的是她的事业、学业,还是人际关系而获得的,那么她们的关系不仅不会很稳定,幸福很持久,往往还会出现问题。 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牺牲以为着伤痛,以为着不公,只要有伤痛和不公,就会希望获得代价和补偿,一旦想获得代价和补偿,就会破坏两个人关系。 牺牲的女性内心,其实并不是心甘情愿的付出,而是为了有所得而牺牲的,但是得到多少才算公平和满足呢? 而承受牺牲的男性会产生很多的负罪感,刚开始她会感谢或疼惜女性的付出,更爱她,但是事件已久,对对方的疼惜与爱也会减弱,同时也会因为不堪负罪感,会就感到压力开始逃避。 为了躲避内心的负罪感,反而会认为女性的付出和牺牲势力所应当当,是她自己没有能力的表现,会更加贬低于指责女性。 这就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导致关系破裂。 我们看到很多为了伴侣牺牲的女性,最后不仅得不到伴侣的爱,还导致伴侣离开她就是这个原因。 在现代社会中仍有一部分女性,把自己的人生希望全部寄托在孩子和伴侣身上,认为自己是从属于孩子,从属于伴侣的,以为孩子有出息,就是自己有出息,伴侣事业上获得成功了,就是自己成功了。 其实这是一种天真的错误学,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伴侣,子女并不能代表你去创造价值,一个人对自我价值的寻找与建立,对生命的探索必须由自己完成。 还有的女性企图通过牺牲自己的某项权利和某种需求来获取伴侣的爱,其实这种人并不能够很好的爱自己,也注定无法很好的爱他人。 只是以各种各样变相的方式去控制对方,他们的口头禅常常是,你看,我为了你这样,我为了你那样,你却什么都没有为我做,我对你这么好,你却老让我伤心。 其实他们表达的深层含义是,我为了你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可是,你却没有给我完全的回报。 说到底,这些统统不是爱,也不是心甘情愿的付出,而是打着爱的旗号索取,这是一种隐形的要求,要求窝决和情感的等价交换,这是把自己索取爱当成爱对方。 因此,他们会对在伴侣身上的每一点付出记得清清楚楚,同样也会斤斤计较,明明是自私的索取爱却老感觉是自我牺牲,所以没有等价回报的时候就成为怨妇,成为受害者。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